姜英海 我弄死你 别打了 别打了 你给我站住 别打了 这俩人又打起来了 兄弟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看哪都是小星星呢 是把你家吗 不是我说你们两个人 我搬过来跟你们当邻居 十多年了 你们俩是天天早晨吵完中午吵 中午吵完晚上吵 晚上吵完第二天早上起来接茶吵 这回不吵了 你哥把咱家吵过送人了 送谁了 隔壁张晓丽 咱家现在就一个中国 你说那是上顿吃包子下顿吃包子 吃着我现在人脸就像个包子似的 不是那嫂子 人长成啥样 她不来锅 说的就不是锅的事 怎么还冲我来了 兄弟 你给评评理 人家张晓丽刚搬过来 上咱家借个炒锅 你说咱这不帮助人吗 对 这事我知道 那张晓丽啊 是个单身女人 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那多不容易啊 你再这说了 那张晓丽她长得是啊 肤白貌美 身材火爆 这就是她抢了先手了 要不然我们全楼的大老爷们 都得争着抢着往他家送锅的 什么 啊 啊 啊 那个张晓丽刚二十岁 我都多大岁数了 我对人家能有那个意思吗 没有 我哥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那他是啥人 他反正不是那种 看谁长得好看 才去帮助谁的那种人 你就说上一回啊 住二楼那个赵大姐 那长能看吗 家里水管呢 砰就炸开了 那还不是我哥 一个进步就冲进去了 卡卡卡卡卡 几下就给修好了 完事儿 他来把衣服就都脱了 什么啊 把衣服给脱了 不 那衣服脏了呀 但是后来赵大姐 把她老公的衣服给我换上了 你还在她家换衣服 你打着她 还换衣服 老婆 老婆 我哥这都是些英雄之举啊 拉倒吧 拉倒吧 怎么了 他不就是为单身女性 献上一份爱 为未婚的妇女同志们 送出一份情吗 别说了 再说我就出作风问题了 作风问题 你也配 你就说说 你帮助别人 我支持 但是你不能有点什么东西都往外送吧 你看看咱这个家 刚来的时候满屋家具 再看看现在 清水房 人家缺本你送牌 人家缺锅你送光 人要是缺媳妇 你是不是把我也送出去了 媳妇那不能 哎呀 嫂子你这就多虑了你知道吗 就你长那张包子脸送人谁要我 什么玩儿啊 我是说呀 你长的这张包子脸呢是 包皮大馅尸八个指 送谁谁不要 你屁事吧 那个 你把那锅要了不完事了吗 你这话说了 我都送出去了 怎么好意思吗 回要啊 你这是血要面的活胜罪 连个锅你都不敢要 你个窝囊废 谁窝囊废 你窝囊废 我怎么窝囊废了 我不就是说个炒过去人的吗 你别说我能不能够 你两个人咋能不能够了 不过了 过不了就赶紧离 离 哎 对呀 过不了还能离 不是 那个嫂子我不是那意思 我一不就跟 说什么 你还真要跟我离啊 对离 不是你们还真离啊 离就离 哥 我不是你们两嫂子你知道我是啥样人 不是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我爷爷临终前说 家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就打开看看 存值 中国人民银行 嫂子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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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有钱人 我是土豪鸡 我是富三代啊 啊 北京地金山上过吗 媳妇 你上哪去啊 咱俩都离了 这个家 也没我什么事儿 有 你跟我过了这么多年 受了很多委屈 这钱来的也太突然了 要不这样 这钱我都给你 我都不在了 你还是好好照顾自己吧 哎 等会儿咋了 存款日期 1953年 1953年的200万 1953年 不是你这个200万哈 折到现在 我给你加上利息 满打满算 也就 300块钱 什么 300块钱 这 这 爷爷呀 你留300块钱 能过什么坎啊 能过 通过这件事 我看出来 我没嫁错人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 有责任心的老爷们 别想看这300块钱 就是这300块钱 才守住了 我俩的家 媳妇 老公 你们俩都不打了 要打 也是我俩打你 救命啊